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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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识求识 中国讲的 实在的识是什么 不是一个工具 不是一个物 而是识请 中国的识请 我们应该拿出什么方案来 来求解 我们去选择技术 组织技术 来实现我们的理想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定 工业设计不是一个物 就是刚才大家肯定看到了 前面暖场的 能生产 能制造 能流通 能使用 还要能回收 这是设计要考虑的 这就是这个社会决定了 我们提供的是这样的服务 而不是孤零零的占有 所以作为一个系统来看 什么是系统 所以我们要试考 所以在这一点可以说 我在国外留学 我得到了一个启示 这是我的教授 我立刻回来的时候 他请客吃饭 吃饭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 说西方人有这么一个游戏 所以足球大这么厂的一个 大的一个空场 随便扔了一根针 不同的人来找针 看他找针的方法不一样 而足球大旁边放了一桌 吃的喝的非常精美 最后第一个人进来找针 叫他找针 他就认真地找针 弯着腰低着头 累了垂垂背 接着找 找了半天 也看见吃的喝的也没敢动 因为没请他 他只要找针 最后认输了 说对不起 我找不着 走了 第二个人进来找针 那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公子哥 叫找针 这个很荒唐 一个主要找针 有必要吗 但他居然来找了吗 晃晃当当的象征性转了一圈 坐在旁边 又吃又喝摸摸嘴 没找到 走了 他心里想 这根本这个不该这么找 这傻瓜才去找 第三个人进来的 我的教授说 第三个人就表示他们德国人嘛 第三个 他头一个是英国人 很坚强 很保守 第二个是法国人 很浪漫 很潇洒 第三个是德国人 德文进去找针 你看德文找针才跟我讲 这对我来震动很大 他没有马上找针 而是转过头来问 游戏主长 我能不能提问题 游戏主长当然说 叫你找针 没有说不许你问啊 而我们经常生活当中 往往是有了已知条件 而其他东西没有探索 没有敢去问 就是马上去重拾 去做去了 而他来问 他说你问吧 而知道德国人 首先提问 我能不能给我一个工具 这是我脑子一下子想起来 而德国人是讲究工具论的 对吧 一切都从工具出发 有一种说行啊 你说你要什么工具 德国人要说 给我一根手杖 大家想拿手杖干什么 在足球场开始打格子了 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足球场 打格子得花多少时间 没关系 人家渴了喝点 饿了吃点 总会把格子打完吧 打完格子 一米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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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见方判断 有没有真没真 能判得出来吧 所以大家想 他肯定能找到真 当时我听完了 也论了半天 原来还有这种 后来知道这叫方法 这叫排除法 这叫试错法 回国以后 我就想了 是啊 这是方法 我们过去没学过 但是我们中学学过化学啊 这是不是太笨了 一个手提箱 就是我们说旅行 拉杆箱 忘了密码了 你从000到999 你总能找到开开吧 那效率太低了 666就这么叫的 666就是6660成功了 所以叫666粉 我说人不会这么简单吧 好 到了 过了两三年 我又到德国去了 我见到我的教授 我请他吃饭 吃饭的过程中 我突然说了 第四个进去的是中国人 他当时没有反应出来 待着一会儿他想着 哦 我很想知道 中国人怎么找真 我说我们中国人进去 跟你们一样 没有马上找真 而提问题 但是我们提的问题是什么 我问游戏组织者 谁认得真 是一个大个子还是一个小个子 他站在足球场上哪一点认得真 他朝哪个方向认得真 他用什么动作认得真 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还有用工具吗 我可能要工具 我可能不要工具 所以这里面说完了以后 我的教授半天没说话 就跟我当时一样 我也半天没说话 他也半天没说话 最后说出来 中国还是很会思辨的 也的确是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的哲学是什么 不是物 是人 所以我们的设计 实际上从这里面 我们得到文化 我们传统的优势 我们研究的是人 研究人的行为 研究人行为的地点 我们就可以走在世界的前面